大家好,大家好,想吃什么动手做 今天我们来做简易的泰国家常菜 香腊干边五花柚 先将洗干净的五花柚切成厚一点的小块 剁一些蒜蓉 还有将炒天椒切碎 另外将红椒也切成细条 最后将泰国的清凝叶像这样子撕下来 当所有的材料准备完成后 我们便可以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油还没有烧热前我们将蒜蓉倒入 用中小火炸蒜蓉边炸边搅拌 这样使炸出来的蒜蓉颜色更加均匀 当蒜蓉炸至这种浅金黄色时便可以倒出沥油 接着将切好的五花柚倒入锅中 将肉铺平整尽量使每一块肉都贴在锅上 用中小火干煎五分钟 五分钟后将肉翻面 同时要确保每一块肉都有被翻面和煎到 记得在操作的时候要小心爆油 翻面后同样是用中小火干煎五分钟 五分钟后又已经煎至两面酥脆 这时将多余的油倒出 油倒出后便可以开始调味 加入少许的盐 胡椒粉 砂糖 还有蚝油 开中火翻炒翻炒到调味料将肉均匀的包裹起来 接着将配料中的蒜酥 朝天椒 红椒片 还有泰国清凝叶在这个时候加入 接着我们开大火翻炒 将配料中的香味逼出 炒的时候满污子柠檬叶的香气 当香味炒出后便可以出锅 酥脆的五花肉被蒜酥和辣椒碎包裹着 伴随着柠檬叶的清香 辣中带香酥脆而不油腻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戴戴 Savadiqa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